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爹 已经 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们以后再也找不到爹 爹 已经不在了 娘 娘 大娘 娘 娘 大娘 娘 走 东梅 这里就是爹最常待的地方 是啊 老爷没事的时候 在这儿一待就是一整天 有时泡泡茶看看书 有时就是把玩他喜欢的古玩 再不然就是跟夫人在这里说说话聊聊天 我以前刚到大夫当丫鬟的时候 也是在这里服侍她的 我只记得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她不会跟下人大声说话 也没有摆架子 她是一个特别特别亲切的长辈 只是没想到 她竟然是我爹 是啊 老爷也一定不会想到 她还有一个女儿 老天爷 老天爷 实在是太残忍了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相认 就已经天人永哥 小白锦 小白锦 怎么了小雯 我刚刚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对方要我转告你跟戴律师 戴老爷他没有死 你说戴他没死 是啊 对方还留下了地址 说是戴老爷的藏身之处 但也说了 只能小白锦跟戴律师单独前往 不许带任何人 小白小心中计 没准是个陷阱 就算是陷阱 我也一定要去 不急 夫人跟少爷都不在家 等他们回来再说 啊 婶 优优独闻